原标题 原标题 一位立下中流砥柱大功的英雄 今天却以生命寄计 大唐宰相张稿 而且 就算把这位不太出名的张稿宰相 放在群星璀璨的唐代宰相阵容里 他也当得起一个之最 最有大侠风采的宰相 一 侠义宰相就唐书的作者刘续 曾对张稿发出积极好评 风仪魁岸 阔落有大志 涉猎精实 好谈 王霸大略 俨然乱世豪杰模样 而在盛唐年间 还是不以百姓的张稿 就是出名的豪气十足 他出身极军张氏家族 跟随当时名识 吴京学历一肚子文涛如略 后来游历长安 更是红遍了长安城的大小饭局 虽然他不爱与人交游 却有一肚子好酒量 每次喝高兴的就高谈阔论 叫整个酒局都听入迷 最红的时候 身无分文的张稿 喜欢在贵族圈里挨家挨户蹭饭 每次都是喝饱了才告辞 生活十分逍遥自在 这逍遥日子没过多久 张稿就被当时全是滔天的大奸臣阳国中看上 然后就被突击提拔 直接被阳国中从平民百姓提拔乘坐实宜 在阳国中看来 提拔这么个爱说大话的酒鬼 正好给自己装脸瞎门面 可不久之后 随着安史之乱爆发 阳国中才明白 简招宝了 面对安史叛军席卷敌方的声势 满朝君臣一片慌乱的场景 张稿的情绪却是相当稳定 他每天都慢条斯理 给阳国中仔细分析战争走向 似乎整个大唐的军事大师 早就全在他肚子里装着 白天等后来浴血平叛的梁家 也是张稿会演推荐 通关大战前 大唐一度转微微安 将叛军几乎逼入困境的大好形势 就来自张稿这番辛苦忙活 可饶使张稿累死累活 对他有之欲之恩的阳国中 却还是烂泥扶不上墙 就为本贵自家相位 竟不顾张稿劝阻 拼命穿多唐玄宗决战 终于闹出了蠢冒烟的瞎指挥事件 唐玄宗被阳国中一煽动 傻乎乎催唐军同关主帅哥舒汉出击 反而被叛军绝地反击一顿打 闹得同关分分钟沦陷 大唐国都长安也沦陷 出逃到马维坡的唐玄宗一行人 又横遭马维坡兵变 杨国中在兵变中被杀 心灰意冷的唐玄宗出逃蜀地 身边的官员纷纷跑路 等到了蜀地却发现 张稿劲还忠心耿耿地跟着 如此忠诚 自然把唐玄宗感动得眼泪哗哗 呆到太子里 哼唐宗宗在领武继位 摇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孤独的唐玄宗也一把将张稿推到了领武 你这一身大财 跟着我这老头没前途 还是辅佐我儿子去吧 参考一下当时唐玄宗唐宗这对父子的微妙关系就知道 来到唐宗宗身边的张稿 处境肯定非常尴尬 但就在这尴尬境地里 张稿却越花如鱼得水 一年多的时间里就平不清云 公元757年 张稿正是担任担任中枢侍郎 同平张氏成为风雨飘摇的大唐身兼重任的在下 而从当年的不一到此时的大象 张稿一直没变的 却还是他那一身豪侠脾气 这事儿最有发言权的 就是当时几位刘邦后世的大师人们 二 旧人就国在这场荼毒中圆了安室之乱里 张稿做了一桩唐室发展史上重要的大事 营救李白 安室之乱的灾难里 圣唐年间风光无限的大事人们 这些金钱语文课堂上如雷贯耳的名字 当时都成了乱世 李的可怜飘平 比如大唐诗仙李白 也是满怀救国豪情去评判 谁知不留神就跟错了人 尽头到了唐宗宗死对头勇王李林麾下 还写下 魏军谈笑尽胡杀的千古名句表决心 带到李林被唐宗宗平掉 李白当然也倒了血眉 被唐宗宗一怒流放夜狼犀 那个地方 当年还是烟壤之地 眼看这位大唐诗坛领军人物 就要横死一枪 如此灾祸 李白及其家人 也曾拼命自救 求爷爷告奶奶般找了很多人 就连李白昔日好友 另一位大诗人高士 都吓得多了一遍 关键时刻 却是张稿仗义出手 想尽办法照顾李白的流放路途 这才叫李白挺过了这场人生中的痛苦煎熬 等来了两年后的大赦 能够在安然的晚年里 整理诗作唐朝最伟大诗人的生命与辉煌诗篇 就这样幸运保护下来了 而在唐代诗坛上笔尖里白的诗圣杜甫 也是得到了张稿的援手 当杜甫受宰相防管兵败 千连 眼看要被唐宗宗下遇重办时 又是张稿醒身而出 冒着触怒唐宗宗的危险距离力争 终于削减了杜甫的杀身之祸 一生坎坷的杜甫 这才只落得从心处罚 在蜀中等地度过了安然的生活 那有着诗诗意义的杜甫诗篇 才得以继续创作流传 至今震撼后人心灵 除了仗义救人 顿寒冤而死的诗人 张稿也不忘记为他们讨回公道 比如王昌陵 王昌陵 这位写下 但使龙城飞降在诗篇的边塞是硬汉 在安史之乱里也受尽磨难 以至于令撒脱的礼拜 都为王昌陵写下 我记仇心与明月的哀叹 但757年 流落伯州的王昌陵 却被伯州刺使吕秋小罗之罪名杀害 是为唐诗诗谈上 极为痛心的悲剧 这悲剧 张稿也一直咬牙 气使记着 带到安史之乱的虽阳战役打完 触犯军阀的吕秋小 也正撞在张稿手里 当这个奸诈小人摆出一副可怜像 求张稿放自己一马 是 张稿只冷冷回答 王昌陵之情 欲语水呀 你还记得不记得 被你杀害了王昌陵了 说吧 一声令下 将这个恶冠杖杀在军阵 当然 说张稿是此时大唐的中流砥柱 可不只是因为 这方快意恩仇除了救人 他更救国 如果说长安伦现前 张稿就以卓越眼光著称 那么 来到唐素宗身边后 他更爆发出了强大的行动力 身为唐素宗身边的重臣 别管多么一团乱麻的事物 他总能快速处理好 哪怕被高权重 为官也从来两袖清风 堪称唐素宗身边可靠的大管家 而在虽阳被为苦战时 面对满朝的犹豫推卫 又是张稿慷慨站出来 你们不去我去 虽阳 必须救 于是 一直在唐素宗身边的张稿 披挂出征 以河南节度使的身份 统率大军向虽阳杀去 他以坚决的态度 逼迫各地犹豫观望的军将出征 终于在虽阳满成沦县的第三天赶到 成功从叛军手里夺回了 这座连接附数江南大帝的重镇 保住了唐王朝的生命线 长安洛阳光复后 张稿被加封为南洋郡公 堪称鞠躬之位 但随着平叛大战的顺利进行 豪侠脾气的张稿 也忠于难融于朝堂 由于在招服使斯明问题上触怒了唐素宗 张稿也悲惨遭变 随后又挤起几落 还一度受命镇压这当的叛乱 在为唐王朝完成了一堆苦活泪活后 公元七百六十四年 也就是安氏之乱结束后的两年 他并故在江西道观察使人上 这位圣唐年间的潇洒豪侠 人生最后十年的心血 都铺在了唐王朝的这场国运大战里 如果有人说权力会改变一个人 那不妨读一读 大唐的侠义宰相张稿 唐王朝最危难的岁月 也振兴有张稿这样纯粹的英雄 才得以苦撑过来 参考资料 新唐书就唐书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小子 小子 好 小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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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